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哪三个星座最宠天秤座呢 天秤座的出生日期是9月23日到10月23日 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七宫 天秤座是十二星座中最受欢迎的星座 因为它具有非常多的优点 例如遇到事情 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较度公平客观 非常具有正义感 路径不平拔刀相助 最重要的是具有天生的优雅风采很浪漫 是个绝对的恋爱高手 除此之外 他还有非常强大的外交手腕 能屈能伸 为什么天秤座能成为团宠呢 因为天秤座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话题 和人沟通起来 总是融洽无比 所以天秤的人缘是最好的 很多星座度爱和天秤座在一起 那么到底哪些星座能融奔宠爱帮前列呢 第三名 金牛座 金牛座在刚开始认识天秤座时 会觉得天秤座有些无聊 喜欢犹豫不知所措 特别容易纠结 日到事情非常容易激动 其实刚开始金牛座也很不喜欢他们这一点 认为很不常熟 但是时间长了就发现独处时天秤是非常安静和孤独的 相处久了也会发现 天秤座是非常惹人怜爱的 所以会越走越近 加倍宠爱他 第二名 双鱼座 其实双鱼座有一些高冷很少主动交友 但是善于交集的天秤座总是有办法能吸引到双鱼座的注意 天秤座本身自带的快乐因此会感染到双鱼 会使双鱼座觉得天秤座非常的善良容易相处 但是这两个星座成为情侣的几率很小 但哪怕是朋友 双鱼座对于天秤座都是非常友好的 第一名 狮子座 因为狮子座的霸道专横 所以狮子常常会感觉非常的神经紧张 但是遇到了天秤座之后会让狮子座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在一起轻松快乐 天秤座对狮子座的霸道和宠爱也非常的依恋 所以这两个星座相处起来的感觉非常容易发展成情侣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第一 回到第一 回到시다 回到